小白兔索欣其实也是个心机根 有家世背景的妃子们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活到大结局 索欣作为为数不多活到了大结局 最后过得比主子们还好的宫女儿 她究竟有什么后宫生存法则呢 前期如意刚进宫的时候 索欣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大 她是慢慢的才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 但这个时候的索欣后宫生存法则并不是低调 而是不找事也不怕事 这事还得从索欣的同事阿若身上说起 阿若身为如意的陪嫁丫鬟 自然要更有话语权一些 毕竟人家俩才是一起长大的关系 索欣虽然人也很好 可毕竟是半路来的 所以在宫里的地位自然比不上阿若 这一点从称呼上就能看得出来 索欣总是称阿若为姐姐 一副很恭敬的样子 恭喜姐姐了 于是阿若觉得索欣好欺负 总是喜欢欺负人家 平时阴阳怪气的说人家几句 跟人抢一些小视频什么的 这事就连在炸龙身边伺候的李玉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所以在送索欣荣花的时候才说 你平时老是被阿若压着这种话 聪明的李玉还知道 阿若喜欢金贵东西 荣花这种不值钱的都看不上眼 所以才放心大胆的送了荣花 可见平时阿若确实一直在欺压索欣 但一开始的他并没有选择立马还击 人家压根瞧不上这些小动作 理都不惜的理一下 平时跟小宝女们也是很随和的样子 可见索欣虽然受人欺负 但从来不把怨气发泄到别人身上 你以为这是索欣胆小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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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索欣这可不是怕了啊 人家这句事再给阿若机会罢了 后来阿若越来越过分 他还下手反击了呢 那天扎龙来延喜宫吃饭 阿若又在门口偷听人家俩说话 他一扭头看见索欣带人端着饭菜过来 当时就说你身上难闻 不配去皇上跟前伺候 等等 你才从小厨房出来 一身的油腻子嘛 也陪到皇上跟前伺候 这话呀听着确实难听 更何况后面还跟着那么多小丫鬟 要是阿若被别人这么说 肯定早就炸了 不过咱索欣懂事啊 这里面可是皇上 在门口吵吵 指不定狗头不薄 后来阿若进屋伺候 知道自己老爹即将升职加薪 并且自认为扎龙对自己也起了什么心思 所以当天晚上就端着饭 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堆 比如什么咱俩以后啊 更是没法比了 还让人家给自己打洗脏水 出了一声的汗 你去打水来给我擦身子吧 这个时候索欣还是什么都没说 直到第二天早上阿若嫌衣服不好看 索欣好意提醒她新做的衣服到了 二位姐姐 你新做的衣裳已经到了 好看得很呢 可宫女不能穿满袖 索欣这么懂规矩不可能不知道 这么一看索欣的好意提醒 是不是就别有深意了呢 而且这个时候索欣已经知道 阿若老爹即将升职加薪 但还是这么干了 要是隔在别人身上呀 即便是这个手法谨慎 她或许也不敢招惹 比如阿若老爹被外放的时候 沿喜宫的小太监 一扶巴结的嘴脸 凭谁也比不上您跟宠亲呢 何况姐姐的阿玛 都外放出去做官了 这以后的前程 好着呢 从这儿就能看得出来 有很大一部分人巴结阿若 还来不及 即便是受了委屈 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报复回去 只有索欣投铁 甚至还两次跟阿若对着干 过年那天如意发现 索欣没有穿新衣服 就问她咋回事啊 咱索欣没有抱怨哭诉 反而说是自己把衣服送给了阿若 理由还是冬天的衣服要换洗 冬天的衣服总是要换洗的 就都给了阿若姐姐了 那到宫里不给宫女发冬衣吗 还是说爱美的阿若 她竟然没有衣服穿呢 这种一戳就破的理由呀 任谁都能看出 到底是咋回事 要不说索欣的后宫生存法则 还确实很不错呢 你不惹我 我也不会主动找事 但你要是惹我 那我也是不怕事的人 但是在宫里生存 光游泳有谋也不够 以宫女之身成为全剧结局最好的女人 索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开局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宫女儿 为啥最后索欣可以成为 全剧最幸福的女人呢 索欣的后宫生存法则 还有忠心耿耿 以及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就拿如意进冷宫这事来说吧 当时索欣和三宝都要跟着一起 但是最后权衡利弊 如意还是带着索欣一起去了 自打进了冷宫 索欣就一直干粗活 比如洗衣服啊 打水啊 还有后来的打烙子什么的 虽然如意也干活 但有些粗活他之前也没干过 所以如意干不了多少 肯定还是索欣每天最忙碌 要不是忠心耿耿 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份上好吧 况且这主仆俩在冷宫 一会儿差点被毒蛇咬 一会儿又差点被烧死 跟着这样一个身在冷宫 还总是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主子 索欣也没想过要怎么样 这一长长的事下来 他也依然死死的护着如意 可见其忠心程度确实不一般呀 索欣这也算是跟着如意 上一刀山下火海了吧 这种过命的消情呀 要搁在别人身上早飘了 但是出了冷宫之后 索欣也从来没有鞠躬 仍然是本本分分的 坐着自己手上的工作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作为一个宫女 保护好主子就是自己的毕生职责 这么看来呀 咱索欣还是宫里的人间清醒的 只是看上去温和的索欣 其实还有钢铁般的一面 你敢相信吗 温柔如水的索欣竟然是个钢铁小白兔 没错 看上去娇娇弱弱的温柔索欣 其实最坚强了哦 他陪如意在冷宫待了那么久 甚至几度差点丧命 但是索欣好像一点都不怕 跟如意一样淡定 后来如意出了冷宫 索欣又开始低调的工作 可以说索欣才是那个 陪着如意荣辱与共的人 但后来如意晋升为黄贵妃的时候 坚与言出手了 他污蔑如意和那位 来宫里祈福的大师有一腿 前几日 奴婢奉主之命 去安华殿祈福 恰好 碰见黄贵妃娘娘 与安吉大师举止亲密 索欣作为知情人 也被扎龙整到了慎行司 金玉言早跟里面的人打了招呼 用刑的话务必下手狠辣 是贾贵妃 贾贵妃告诉过慎行司的人 为求真相 不惜用重刑 他这是打算用重刑 好让索欣受不了承认这事 但是金玉言打错了算盘 因为他索欣确实是一块硬骨头 慎行司的嬷嬷们下手狠到 连腿都给他生生加断了 可索欣依然说 如意跟大师根本没关系 自己身上再疼 也绝对不说假话 索欣这一身 蒸蒸铁骨 在剧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厉害 他坚韧的性格 绝对可以说得上是钢铁小白兔 这么坚强的人 不管在哪都很少见了呀 甚至因为这事 索欣的腿以后都不能正常走路 可见他对如意仍然毫无怨言 索欣可真是个小天使啊 所以最后出宫嫁人 美满一生的结局 确实和索欣很相配 索欣被人中间 皇上也看中 这一次得皇上赐婚 再给姜太英 真是让人欢喜啊 综上所述 索欣能再距离活下来 并且成为全区最幸福的女人 她具备的后宫生存法则 是不找事也不怕事 跟了主子之后绝不背叛 一直忠心耿耿的伺候 不过这也是因为索欣运气好 跟了皇帝的青梅竹马 最后就是一直坚定 说啥也不会污蔑自己主子 索欣的后宫生存法则 基本上算是无界可击 毕竟七分靠打批马 自己能努力七分 剩下就靠天意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